你是說鴿子只要打泡一次就會死掉 有嗎? 是嗎? 是...有這種事? 欸!小吃!你懂? 劉動心拍 中心啊? 喔! 喔! 幹什麼? 哈哈哈哈 喵喵喵要拍什麼啊? 我沒有拍喔!沒有拍 那你喵喵為什麼不關我? 我就是要給人家看嘛!對不對 那我都不然就要去門喔! 喔啊!不然你就露一下啊! 好啦好啦好啦 男人尿尿就怎樣啦! 你會洗手喔? 沒有啦!都尿啦!怎樣! 尿啦! 怎樣啊!尿啦! 咕車啦!咕車啦! 車啦! 蝴蝶結! 對啊! 蝴蝶結結! 蝴蝶結結就對了! 欸! 屁股! 什麼車啦!屁股! 屁股! 幾年的? 09的啊! 09年的! 對啊! 啊這... 新車我就是你知道嗎? 汽油啊!柴油的啦! 汽油的啦! 我就是汽油的喔! 對啦! 那他想補我! 汽油當初新車好像一百二十幾的樣子喔! 對啊! 啊09年度已經11年了! 你知道補什麼嗎? 所以就幫他... 跟他打個兩折買就好了啦! 折半再折半再折半! 再折半! 都是... 打兩折買就好了! 這二十幾萬的車子 欸!褲子還不錯耶! 欸!你看! 還有蠟蠻! 有沒有! 吹彈! 不會破! 對! 吹了一下! 欸!對不對! 他也沒滑走啊! 好!欸!小姐! 這邊... 酒駕這邊吹一下喔! 小姐說欸! 警察先生可是這不是你的... 姬姬嗎? 不好意思! 我以為你... 很醉! 你這樣... 這個要剪掉吧! 等一下那個... 沒有!我... 為什麼要剪掉! 我說的是夫妻在家裡角色扮演的時候 喔! 對不對!我演警察嘛! 怎樣! 不用剪了吧! 這樣可以了! 不用剪了吧! 可以!可以! 喔! 中夾! 好幾公里! 欸! 十七萬耶! 欸!有一點... 磨到破皮! 磨到... 常使用! 這個... 起毛... 台語怎麼講你知道嗎? 起毛... 起毛賣! 你知道嗎? 起毛賣是外來語你知道嗎? 起毛錢不好! 還有什麼外來語你知道嗎? 你舉例... 台語有什麼是日本外來語? 抖賴吧! 抖賴吧! 還有... 你不是他媽的履歷上面說 你有他媽的待過日本多久? 你自己知道嗎? 我待過啊! 一年! 一年是不是! 好!換你... 要對咧! 爛痛! 你... 我沒吃飯啊! 罵謊照履歷啊你! 不好意思 嘎屎! 那日文的華詩怎麼講? 嘎屎啊! 嘎屎啊! 嘎屎嘛! 這是很有種的意思嘛! 那是嘎屎! 好啦! 欸! 等一下就被人家留言做幹話來的! 整集都沒在看車耶! 不會啦! 我先看車有沒有撞 跑十七萬! 09年跑十七萬! 十一年跑十七萬! 一年除以一於六! 欸!一萬五! 其實合理喔! 嗯! 齁! 我們想要罵尿人家好像又有點手不太過去! 一年蓋一萬五其實蠻合理的! 是嗎? 不是一萬出頭? 沒有啦! 一般正常喔! 雙北縣市! 齁!我們以雙北縣市來講! 一年大概是一萬是一萬五千公里! 的里程數是一個合理! 就是你上下班可能會開! 那公司跟家裡的距離剛剛好! 沒有太遠! 齁!不是那種喔! 媽!你在台北! 然後跑去桃園上班! 跑去竹哥上班! 把那個鈴鐺結論! 住家跟那個上班地點! 都是在雙北縣市的話! 正常來講! 里程應該一年在一萬五千公里! 再加上! 週六週日! 去蝦平一下! 買日常用品! 或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一年就大概是一萬五! 好!這準準準啦! 這都不會豪笑的啦! 豪笑是哪? 豪笑! 我先看一下車主有沒有這種在講! 想要尿一下里程數! 雖然我覺得十七萬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點太高! 太高喔! 喔! 來來來來! 你本來想要拍我假掰看車的畫面對不對! 對對對!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喔! 前一陣子喔! 我常聽到一些那個網友來問我問你! 他說他買一些比如說服飾的車啊! Posh的車啊! 甚至還有人買那個叫什麼? 特斯拉的車啊! 新車交車的時候就有公差! 公差你知道嗎? 公差! 對啦! 都有公差! 公差就是比如說! 門縫啊! 門縫兩邊的大小不一致啊! 引擎蓋的縫兩邊不一樣啊! 還有有一些甚至說喔! 他新車才剛交車! 剛交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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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剛交車聽起來不是很好! 是在車子... 排氣管還是怎樣喔! 喔! 這是在... 專門在車上幹嘛的! 你說他鴿子只要打泡一次就會死掉! 有嗎? 是嗎? 是...有這種事? 別的我不知道啦! 但我這隻死了!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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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講啊! 為什麼會講鴿子? 在這裡公差啦! 所以你就... 你確定我是講公差講要鴿子! 不是喔! 不是嗎? 喔! 我說鋼交車! 鋼交車! 好險有回來! 好! 有些他說鋼交車的時候喔! 螺絲就有轉動的痕跡! 對! 引擎蓋啊! 後車廂蓋或是一些門側邊的螺絲! 就有轉動的痕跡! 因為很多人喔! 看小事的影片! 然後學會怎麼去看螺絲有沒有轉動! 嗯! 結果有些他買了新車回來就發現有轉動! 然後甚至喔! 我還有一個朋友喔! 因為這個事情還跟浮絲原廠打官司! 因為他新車已經應該就全部四顆全部都轉過了! 為什麼會知道? 那當然這官司後來我知道! 我記得是不了了之啦! 因為他覺得說我買新車回來! 因為你這個螺絲的轉動會造成我以後賣車的時候價錢會不好! 會受影響啊!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螺絲門嘛! 你不賣幹啊! 你不給錢就不算票! 你不賣就不會了! 所以他這個在法院宣判! 我記得到最後是無疾而終! 因為你不知道要怎麼求償啊! 對啊! 你還沒賣嘛! 對啊! 而且弄起來曠日費時! 然後又要找各個汽車的工會啊! 或是汽修工會去開一些證明書! 說因為這個螺絲轉動會造成這個二手買賣的時候有多少的價差等等! 他用這個去跟原廠打官司! 那原廠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們有品管QC! 所以當他們發現QC出來! QC的時候發現有工剎的時候! 他們會去轉動!會去挑戰!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可大可小! 你看啊! 我們之前那個VITARA! 鳳達那個生鏽! 一點點! 一點點! 人家就抗議了! 我差點說乾乾叫! 然後又被出真! 我很想接! 對啊! 然後又被出真! 不行! 我們現在身為工作人物講話特別小心! 因為觀眾看不出來你是節目效果還是認真! 好! 我告訴你我都是認真! 不是! 都是節目效果! 都是節目效果! 對不對! 你們自己挑! 聽得進去的聽就好了! 好! 啊!如果你們聽起來覺得刺耳那都是節目效果! 對! 你如果覺得有在影射你聽得不爽! 那都是節目效果! 你如果覺得聽起來很舒服! 喔!那個都是認真! 請觀眾朋友自行判斷! 還是以後我們前面要上景欲! 裡面可能會涉及一些情色啊! 景欲搞不完了啊! 或是對某特定族群的一些節目效果存在! 可能會造成身體不適而心想吐! 喔! 或是頭暈! 或是進! 進! 或是暴躁! 藍趴火! 抓起來! 拿起來! 等等的效果! 啊!請斟酌觀賞! 你確定你要這樣開地圖嗎? 我開什麼地圖嗎? 就大家自己想聽自己的這樣! 對呀!對呀! 你覺得不舒服! 我們要有景欲嘛! 就跟那個A片前面有個FBI有沒有! 好不好! 以後我們上面研究! 欸!可能會造成這些! 啊!如果請自行這個斟酌觀賞! 這樣! 欸!這樣不錯吧! 喔!好!好!好! 來弄一下吧! 那就跟他們那個! 有沒有! 停在紅線督車! 你就要! 景欲要寫! 紅線停車為錯誤示範! 景欲模板! 我跟你講! 要很小心! 雖然我們沒多紅! 好不好! 但是還是要注意! 我剛剛講到哪邊! 還是公查! 平管啦! 對啦! 反正他說他是在QC的時候轉! 那新車很多一點點深究就在抗議! 那你很奇怪嘛! 你原廠就幫我! 新車的時候你就幫我轉動調整! QC是很好! 可是!簡單嘛! 那就代表什麼! 我買到這台車是什麼! 平管有問題的! 你調整完再交給我! 你能接受嗎? 你如果你買一台手機! 回來馬拉羅斯就拆封過! 從鎖過再交給你! 然後跟你說我是平管! 那你會不會誰想拿到被平管過的那一隻! 可是我覺得! 有時候原廠也不能這樣死皮賴一點! 賠償是什麼! 花一樣的錢喔! 我不是說我買特別便宜啊! 我跟別人花一樣的錢! 我為什麼要買被QC過的! 感覺像是瑕疵品的東西! 好啦!反正喔! 我跟大家講! 這一些! 某一些特定廠牌的車! 連Poosh都會有! 新車就轉出了痕跡了! 我那一天喔! 那個特斯拉在新華三越一樓十次就展翅了! 有沒有! 新華三越一樓最門口! 我有去看! 我去看的話它螺絲都轉過了! 已經蓋螺絲都轉過了! 都轉過了! 都轉過了! 真的啊! 它放在那邊展翅咧! 那新的吧! 我不知道是因為轉過了所以能有出來展翅 你覺得不是吧! 誰會拿阿嬤的雞王出來展翅? 好啦!反正好! 這部跟大家分享一小當事! 然後繼續拍我Gay掰看! 好好好! 我退後一個! 退後退後退後! 3 2 1 欸! 沒盪! 有阿!有聲音耶!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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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 好重喔! 欸!這什麼? 這什麼? 欸!你看! 雙頭龍的喔! 看你喜歡哪一種形狀! 哪個都可以! 很重欸! 這不是雙頭的吧! 這很重!雙頭嗎? 背對背擁抱! 這是口味! 我們背對背擁抱! 有沒有! 我們現在要出唱片就是了! 要出唱片了啦! 我跟你講! 有沒有看到這邊? 這個人家這什麼? 這個是它改成電動車! 空電的! 最好是啦! 好好勒! 這個是那個啊! 這煞車燈啊! 它後面喔! 用這個拖露營車啦! 這邊有個洞! 然後把它插進去! 有沒有!彈出來了! 卡住了! 有沒有! 後面可以拖一個露營車! 那因為你露營車會擋到 這一台車的煞車! 所以它這邊還要 插一個電! 讓它連接! 對! 煞車! 這樣後面才知道你踩煞車啦! 它這個拆下來就這樣翻一下! 欸! 怎麼在一起? 人家有露營! 這個洞對不對? 齁! 插進去它會自己彈進去! 有沒有! 那你要拆下來的時候 往後拉! 往右翻! 然後就脫落了! 欸!這真的很沉! 這很重! 它要隨時保持這個時候的整潔! 好! 說完要記得清洗乾淨! 之後把它幹! 好不好! 欸!這有在露營耶! 所以它有在玩就對了! 在玩弱! 有在玩啊! 玩很大! 你看!兩根捏! 有在玩啊!怎麼會要! 欸!有在露營啊! 對啊! 對啊!這上次有在露營! 來啊! 新溫泳膏的溫密碼! 這個喔!當初! 09年是六速的! 變速箱的版本! 六速雙立合器! 這問我就對了啦! 之後就改七速了! 11年之後就改七速了! 七五! 但是我跟你講! 內行人買六速的! 假設可以買到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你知道 現在媽買台Fiesta也是這個錢! Fiesta當初新車才六十萬! 媽這新車一倍的價錢! 現在媽跟Fiesta同價! 你還買不夠便宜嗎? 欸!沒有肉油耶!你看! 而且它保持老乾淨啊! 這是處女做的! 這雖然... 雖然有一點髒嘛! 可是你看這都沒有肉油! 嗯! 我只要看後面! 它這有點後勤! 這個我記得當初第一代出來是... 好像是兩百匹嘛! 嗯! 欸!兩百匹捏! 2.0T兩百匹捏! 哇!很厲害耶! 可是它之後新款第一年 它就改成兩個版本! 低增壓跟高增壓的版本! 嗯! 低增壓我記得好像一百四還一百五! 然後高增壓的版本才是兩百匹! 如果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記得它這個當初是一...兩百匹的版本! 好啦!不管啦! 這腦沒有撞啦!好不好! 開我看一下喔! 喔!18年的耶! 喔!又酷了耶! 18年然後9! 18年13週! 喔!我聽成...我聽成8年的! 18年的啦! 18年的啦! 18年! 還有七層型! 喔!看這個烤過去你看! 烤那麼醜! 烤那麼醜!你看不出來! 這邊下面還有黑底! 真的耶! 這下面還有黑底! 這烤得很醜! 那是自己噴的吧! 那是自己噴的吧! 那是自己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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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這邊比較漂亮! 對!那邊應該自己噴的! 我跟你講啊! 包含葉子版有沒有! 你如果發現葉子版有拆! 感覺螺絲有拆卸過啊! 好!我教大家一下喔! 讓人家看小市長! 為什麼! 我先講! 從這個! 為什麼這個! 下面會看到黑黑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素材! 不管是板件! 還是這個! 素材! 你從原廠訂來! 它都是黑底! 葉子版也是黑底! 來了之後他們是噴完機鎖上去嘛! 或者是! 這個也是! 噴完機鎖上去! 或是鎖上去再噴完機嘛! 對不對! 好!鎖上去再噴完機!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去! 看一台車的葉子版有沒有換過! 其實門也是喔! 來都是黑色的! 素材色!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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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與激情! 速度的速! 想要知道這個葉子版! 這台真的沒有啦! 我是假設! 你要看這個葉子版有沒有換過對不對! 你拿手電筒照射這裡面! 你如果看到這裡面啊! 呈現是黑色的! 葉子版的那一側裡面! 那這個葉子版就是換過! 你知道嗎! 你看它現在是不是一樣是灰的! 那這代表什麼! 產線出來整塊一起噴好! 一起噴好! 鎖上去一起噴好! 一般外面! 外面的車場! 它是先鎖上去再噴起! 所以! 外面雖然看起來是銀灰色! 但是從裡面看是黑的! 就跟那個! 後照鏡是異曲通通知名! 它沒有把黑色的覆蓋過去! 所以讓你看到有點黑黑的! 好!其實沒有覆蓋過去! 所以就! 我們就知道那個東西有換過! 那你如果去看葉子版! 或者是這個也可以! 引擎蓋也可以! 引擎蓋你就要看的是哪裡! 引擎蓋就要看這個! 從這邊! 因為這噴不到嘛! 你要去從側面看進去看噴不到的地方! 如果你看它裡面是黑的! 就代表這個引擎蓋是換過的! 甚至有的拿殺肉的! 前一台他拿白色的來! 然後噴成銀灰色! 躲上去! 你從裡面看就會看到白色! 明白嗎? 明白了! 明白了! 看小事! 長姿勢! 你每天可以換姿勢! 哇塞! 你看! 它當初出風口有沒有!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 有沒有! 八個出風口有沒有! 沒有! 你他媽的後座沒有! 後座一個都沒有嗎? 也是一個! 哇塞! 是不是沒有! 真的欸! 媽逼勒!前面坐八個! 後面沒有! 三小! 那查一下! 我知道! 它這是4Motion啦! 4Motion就是四輪傳動嘛! 賓室叫4MATIC! 看手套箱! 欸! 有沒有! 哇! 業配都是來得這麼出爐氣啦! 是喔! 在手套箱裡 就找到了我們的聯名! AVAIL聯名款! 黑的Mark有沒有! 還有這個 Type-C跟蘋果的充電線! 聯名款有沒有! 對! 啊功能我們等一下 剪泰山整理在旁邊! 嗯! 啊到底下連結購買! 好不好! 好好好! 練一下財嘛! 對啊! 拍片! 然後拍那麼辛苦! 瀏覽率那麼差! 沒生理! 生理摘! 瀏覽率沒有很差啦! 那演算法換了啦! 是喔!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把演算法弄好一點? 那不是我弄的! 你要符合一下人家的演算法! 那你就 平到測掉重開啊! 演算法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對! 好不好!支持一下! 齁! 長知識之餘! 也讓我們練一下財! 齁! 這樣拍起來比較動力! 耶! 高動力! 好啦! 車沒有撞啦! 阿姐! 你要跟他買多少錢? 這個正常喔! 我覺得應該隨便二十幾萬應該是合理吧! 二十幾萬便宜了吧! 欸!這個車真的買到賺到! 可是我坦白說啦! 這個話!這個車如果到時候我們整理完賣出來! 應該也不只吧! 應該可能是不只二十幾! 對啊! 那就要看車主多少錢要賣了! 我們先去跟他談一下! 好啊! 好不好!蝴蝶! 好!蝴蝶姐姐! 我去跟他! 你是蝴蝶姐姐還是哥哥! 蝴蝶姐姐! 好!我去跟他talk一下! 好!我去跟他talk一下! 好!地方的媽媽需要我們talk一下! 好!我去跟他聊一下! 好!我去跟他聊一下! 不好注意! 怎樣!蝴蝶姐姐不好注意! 這都是這樣啦! 因為你看喔! 這個車齁! 很多車都這樣! 一手車啦! 那這十一年來! 承載了多少一家人的回憶! 嗯! 尤其又出去露營啊! 出去玩啊! 小朋友剛出生! 到現在已經上又十一歲! 已經上國小了! 那有一些甚至還買過一些車是 從男生單身! 到交往! 到帶母! 到生小孩! 到小孩長大換車! 你知道這十年的時間其實會發生很多事情! 對嘛! 十年之切! 喔!幹! 現在每一集都要唱一下! 都要唱就是! 要唱一下! 出片的啦! 出片比較快! 出上片比較慢! 你可以弄一個... 那個啊! 節目啊! 十話格! 哈哈哈! 我這個人齁!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 全身什麼都硬啦! 就心軟! 嗯! 啊! 講一講! 他是說齁! 他希望能賣25萬! 可是我真的是! 覺得25萬! 有個過差! 你25萬回來! 我整理整理! 要賣30好幾! 對啊! 我是希望這個車回來賣齁! 不要超過30萬! 賣個20幾萬!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價錢! 對! 說實在齁! 先讓他們再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齁! 或是跟他說最好是不要超過20! 這樣會不會太狠! 欸!有一點欸! 有個叫他不要賣了啊! 都回憶了欸! 不是! 不是!回憶是這樣! 回憶是可以隨時被更新的回憶所填補! 是這樣講啊! 對! 你女朋友現在跟你是你的形狀! 如果下一個人是遇到我的話! 那形狀又會不一樣! 哦! 對! 對! 你知道嗎? 我不想知道! 不要用我! 啊! 我是跟他這樣討論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跟他們 讓他們先心情平復一下! 天!我不認識你! 你不詐騷我! 不好意思! 欸!喬好了! 喬好了!喬好了! 他真的是蠻固執的! 嗯! 其實像那種賣車賣到髒感的那種 心形我們其實是很常遇到 所以有時候不是我們鐵石心腸 我們是心如止水! 我們人的心也是肉做的 全身上下都硬! 只有心是軟! 等一下再唱! 你總是心太軟! 心太多! 不要再唱!這一集太多! 我不會唱!我不會唱! 這一集太多! 下一集再唱! 那其實喔!他們不是第一次來了! 我坦白說! 其實之前已經來酷過一次! 但是喔!有時候 孤車是這樣! 我們認知差異太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請他去拖比較看看 我們很討厭當第一間孤架人! 我跟大家分享! 任何車廠都很討厭當第一個孤架人! 台灣人就這樣啊! 喔!前一個跟你孤多好是不是! 我加三千!我加兩千! 你懂我意思嗎? 懂我懂! 每個人都想Q2啊! 你很簡單嘛! 一樣的道理! 你的女友之前的男友! 如果A! 那就只有前面三吋是舊的! 後面都是新的! 是喔! 對不對! 你沒講的嘛! 如果你不幸遇到前男友是我的時候! 我跟你講! 全部管道都是舊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找別的地方是不是! 對!我在想還有什麼地方! 不會啊! 泰山不會跟我衝突啊! 因為泰山就交男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好!阿我們會請他出去比較一下! 阿真的他比較過! 也了解說! 我們真的不是跟他亂出價這樣! 在公布價錢之前喔! 記得訂閱分享給我! 欸訂閱! 在公布價錢之前! 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最近真的演算法很慘! 分享一下我們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我們很認真! 然後下面也記得要去買聯名的充電線! 喔!對喔! 買一下買一下喔! 再看完一個廣告! 好!廣告看完了喔! 看完了!看完了! 好!我有留廣告點喔! 我們現在在公布! 這台車我們入手的價格是 19萬元! 那回來我想整理整理! 我希望盡量這台車我們 能賣在二字頭! 二字頭房價已經很難見了! 好不好! 我們一百多萬的車我們賣! 二字頭的車價就好了! 希望他賣得出去! 那也希望說這一台 乘載的前車主! 他們是一家三代喔! 三代同學! 啊!三代! 對啊! 我們是一代一代喔! 兩代也不是三代喔! 那希望乘載他們這個美好的回憶 再繼續轉交給下一個人! 繼續!怎樣! 再創造另一波的高潮! 好! 為什麼是高潮! 一咕一咕! 為什麼! 明明就是 媽很感性的時刻! 講出來的話! 從我嘴巴出來都變這樣! 我不知道! 哈! 我在那個影片說 欸!你按下這個B! 然後人家就說 喔!按下這個B喔! 開心! 為什麼這種話從我嘴巴說出來! 就會變這麼下流! 特色嗎? 對!我們是風流而不下流啊! 人家是這樣! 啊!我是怎樣! 下流也風流! 下流也風流! 對啦! 我不風流! 我是嘴秋而已! 好不好! 我老婆會看影片不要亂講! 好!我們是下流而不風流! 啊!老婆看到說 喔!我只對你一個人下流而已! 你放心! 啊!偶爾對泰山下流而已! 好!僅止於嘴巴而已! 好!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 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繼續做更多的影片! 掰掰! 一咕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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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喔! 喔! 一咕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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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別吵了! 我會拍車了! 安裝喔! 一咕唷! 連霧燈都沒有! 沒有! 那這樣對嗎? 那...那黑的喔? 霧燈蓋! 啊! 丟青啊! 沒關係啦! 反正放出應該就沒有了! 你看裡面有浮飾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那個燈罩是複式的! 其實這車好開啦! 好開喔! 真的! 輪胎也蠻新的! 好不好! 不然泰山! 啊! 你不要買這一台! 哈哈哈哈 你以為這樣你買這一台對不對! 我嚇死了! 那你猜得到就不是小事了! 喔賽! 這裡啊! 下班!